好 我们讲完了这个外科基础的部分 讲完了这个牙脊牙刹外科 接下来我们讲感染 那么正经在我们刻板上 这个感染的部分涵盖的内容很多 包括软组织感染 硬组织感染 以及唾液线的感染 但是在这个地方 在专业知识这儿 我们只讲感染里边的什么样 软组织的感染 而且还是软组织里边 比较有特征性的那几个感染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老太太对不对 什么地方肿起来了 我们下河下区肿起来了 那么如果你在临床工作当中 见到一个人是肿成这样的话 你首先得判断她是什么病吧 是什么原因导致她肿吗 如果是你 你能判断她是什么病吗 我觉得现在组织的状态 应该都能判断出来了 那可能当年职业医师也好 助理医师也好 可能看到这个肿 还是一头雾水 而且还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讲一讲 那么这个病就是感染 这个感染为什么会让我们肿 肿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首先看 了解一个疾病 最主要的是先了解它的本质 只有知道了本质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后续在学细节性的每一个病的时候 你才能熟悉一些 你才能有一个主脉络去把握 那么要不然那么多的病 对不对 一会儿尖细感染 一会儿灌周炎 一会儿这个捏尖细 一会儿腋下核尖细 全是各个地方尖细的感染 你听着真的就晕了 就懵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的时候 先俯视这个知识点 先整体的认识这个疾病 也就是说 不管是你的灌周炎也好 核骨当中的炎症也好 还是脱液腺当中的炎症也好 都是什么感染 那么是感染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的本质就是一场战役 那么这场战役 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打仗了 那么打仗了 那么敌人是谁 你是不是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敌人是谁 就是我们的病原军 那么关注了敌人 你还要关注什么 敌人怎么进来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敌人入侵过来的 是从河北进来的 还是从海南进来的 对吧 还是从内蒙过来的 所以说入侵途径来源 我们得搞明白 进来之后跟我们打仗 对吧 那么打仗之后 在哪打仗了 对吧 打仗到了什么阶段 因为我们知道打仗 它是有早期中期晚期的 就相当于我们抗日战争时期 对吧 有这个这个 被日本人侵略的 我们战略性的什么 相持阶段 以及我们的防守阶段 还有我们战略性的反攻阶段 对不对 好几个阶段 我们在这个疾病的战役当中 它也是有阶段的 早期中期晚期 那么我们这种感染 它出于哪个期 我们得知道 对吧 然后这个战役在哪打的 我们得知道 对吧 然后接下来通过以上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诊断 诊断什么呢 确认一下 我们这个战役到底是在哪打的 怎么发生的 对吧 发生它的阶段 然后了解了这个战役发生在什么阶段 最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消灭治疗 消灭治疗 所以说整个战役 就是围绕回答这几个问题 铺展开的 不管是你的间隙感染 灌周炎 还是河谷当中的 尤其是软组织感染吧 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问题 明白了吧 所以说以后 以后在学感染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表现 什么来源 你就跟我回答说 老师 他的这个侵入的途径是谁 他的主要敌人是谁 这个疾病发生在了这个阶段 那个阶段 你告诉我就行了 你不要跟我说 他的表现是什么 他的诊断是什么 这样的话 你就会学的特别越来越什么 不行象化 越来越不接地气 这样的话 你学的自己也就烦了 所以说我们要学他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战役来学习 那么这个战役 最主要的发生在肉里边 骨头里边还有什么 唾液腺里边 那么不管是肉骨头 还是什么唾液腺 都是一场战役 那么只是发生的位置不同 位置不同的话 他们的解剖结构不同 你想在肉里面和在骨头里面打仗 能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在骨头里面和唾液腺里面打仗 能一样吗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说正是由于他的地理位置的不同 导致了他临床表现的不同 但是根源或者是整个本质是没有变化的 没有变化的 也就相当于说你穿了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对不对 不管是怎么变发生在哪 我们的原理都不变 那么我们重点讲的是什么 在专业知识这儿是软组织感染 那么首先了解一下软组织感染的敌人是谁 敌人的种类有几种 第一种是化农型的 这个敌人特征是什么 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要形成农业 所以说他是化农型的 包括哪些呢 包括金黄的葡萄球菌 炼球菌 绿农杆菌 混合型的细菌 金黄的葡萄球菌 我们重点要掌握他的农业是 浓的 这个浓稠的 黄色的 而炼球菌呢 是蛋黄的 稀薄的 所以说这两个呢 都是黄 只是一个浓黄 一个蛋黄 一个稠一些 一个稀薄一些 那么这个金黄的葡萄球菌的黄农 大家见过吗 都应该见过 你没见过我们农种里边的农 你还没见过黄色的大鼻涕吗 对不对 黄色的大鼻涕 你咳出来的黄痰 那都是什么 农业 都是我们农业 那么这种金黄的葡萄球菌 在哪些病里面会得 结合拥 常见 极性化农性三线炎 常见 以及化农性核骨骨髓炎 常见金黄色葡萄球菌 然后接下来 这个翠绿色的是谁啊 我们的绿农杆菌 然后灰白色的是谁啊 是混合性的细菌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口腔和面部 最多见的是这种 灰白色的农业 这种灰白色的农业 你只要一见 你就得知道 里边是混合性的 谁混合呀 虚氧菌 还有艳氧菌 也就在有氧气的环境当中 和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的 这两种细菌 就是混合性的细菌 他们共同成为了我们的敌人 虚氧菌和艳氧菌 那么所以说 我们根据这个农种里边 有没有农 农业的颜色 是不是就可以大体推断 它的敌人是谁啊 所以说 你要搞明白 当你做题的时候 题杆当中提到了 它里边的农是蛋黄的 它里边的农是灰白的 然后接下来问你有一个选项 说这个感染当中最主要的敌人 最可能的敌人是谁 你要根据它的农业的性质来找到 好吧 然后接下来第二种是什么 腐败坏死刑的 那么腐败坏死刑的 就是我们的产气 肯儿菌或者是这个艳氧菌 或者是什么 带溶解的 带水肿的 或者带败血的这种敌人 只要带这几个字的 都是什么菌 腐败坏死型的细菌 所以说它的特征是什么 让它坏死 让它腐败 那么它的农业呢 是咖啡泡沫样的状态 所以搞明白 化农型的和腐败坏死型的 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咖啡泡沫样的状态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 结合杆菌 这个了解一下极客 我们在这个专业知识这 不是重点 因为结合杆菌 它形成的病是什么 结合病 结合 对吧 那么结合的话 它里边形成的农业是什么 灰白似米汤样的 里边还有一些什么 干浪样的坏死 灰白似米汤样的 什么样 就是这样的 一个米汤里边飘着几粒米 不良商家卖的米汤 卖的大米粥 就是这样的 好吧 结合杆菌 以及我们的腐败坏死型的 这个细菌 还有化农性的三种敌人 三种敌人 然后还有一种 第四种 放线菌 它的特点是什么 硫磺颗粒 所以说提干当中 提到了硫磺颗粒是谁 放线菌 提到了灰白似米汤样的是谁 我们的结合杆菌 那么其中这两个是我们的特征型的细菌 或者叫特殊型的病菌 比较特殊 而我们的化农型和腐败坏死型的 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好吧 这是整个四类敌人 你得搞明白 考试的重点 这两个 化农型的 还有腐败坏死型的 但这两个也很好记 我建议你们记一下 记一下 好 我们知道了这个敌人是谁之后 我们来再看一看 我们整个和面部感染 为什么会打仗 我们外边有皮肤 里边有粘膜 上面还有牙齿 都是坚强的 对不对 陈墙 那么坚固的陈墙 为什么被攻破了呢 主要的原因 我们看看 第一个原因 细菌比较多 细菌比较多 大量的细菌围绕在我们口腔当中 牙齿的银钩当中 窝钩点细当中 对不对 所以说因为内外相通 因为解剖结构复杂 因为环境适合 因为还有大量的毛囊汗线 所以说正由于这么多的原因 所以说细菌比较多 那么光细菌多就可以了吗 不行 敌人就算在我们城墙围绕一大片 只要我们的防守力量 防御力量没问题 那肯定也没事的 所以说牙齿这么多的结构 对不对 肯定会长无纳垢 长无纳垢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抵抗力同时也降低了 你做了手术 有了外伤 全身抵抗力降低 才会导致什么 导致我们的一个感染 所以说你搞明白 我们整个感染 不管是取坏 牙周病 牙周炎 对不对 就是口内的 还有口外的一系列感染 通通都是因为举里面的细菌 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 就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敌人多了 第二个是我们的防御量弱了 相辅相成 才会导致一个感染 那么我们脸上的感染 和全身的感染 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来研究一下 我们和面部感染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肩细比较多 那么肩细多是什么 就是我们脸上有好多的结构 各种各样的肌肉 表情肌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皮肤 各种各样的骨头 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线体 那么每一种组织之间 他们都有什么 潜在的间隙 也就是我脸上这些肉 不是一整块 而是好多块之间堆扎起来的 相当于我们拼图一样 拼起来的 这样的话 每一个拼图的交界的地方 罗蝶的地方 都是什么 有潜在的这个间隙的 这个间隙呢 不是一个空腔 而是里面有疏松的结地组织 所以说这些间隙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点 那么我们感染 就会沿着这些间隙到处扩散 就打仗的时候 这个地方打仗 他会顺着这些薄弱点 去另一个地方 开辟第二战场 开辟第二战场 好吧 就是间隙多 可以往颈部扩散 可以往纵额扩散 形成严重的密发症 第二个 静脉多 因为静脉多 所以说可以往哪 往炉内扩散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危险三角区 鼻根到两侧的什么 两侧的口角 切记是口角 不是鼻翼 这个区域是危险三角区 为什么 因为里边的静脉 没有静脉半 对吧 没有静脉半 同时呢 这个细菌的毒力比较强 而且呢 有巨大的肌肉的一个表情机的一个活动 挤压这些什么 血管里边的细菌 往上逆流而上 进入到颅内 所以说静脉多 可以导致颅内的一个扩散 你看这幅图 就是静脉多的一个特征 静脉多特征 然后第三个 淋巴多 那么淋巴多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病灶 淋巴是干什么的 淋巴结在我们河下去 颈部主要是 收纳我们全身的一些什么 一些腐败的 或者一些没有用的 相当于这些垃圾处理厂 这些垃圾都要运送到我们的淋巴 淋巴把它过滤 然后消化 然后再把它们放到什么血液当中 所以说淋巴结就是个垃圾处理厂 那么这个垃圾处理厂 敌人有一些坏的细菌 也会被运送到这里边 那么运送到这儿之后 淋巴结如果处理能力很弱 那么这个淋巴结就会被我们 运送过来的这些细菌 做攻破 做破坏 所以说淋巴结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病灶 这个病灶被突破之后 然后炎症扩散到周围结构当中 所以说你看 所以说形成新的病灶 感染细菌 对吧 这感染的细菌进入到淋巴结 淋巴结被攻破之后 扩散到周围组织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搞明白一点 我们淋巴结也是一个线体 这个线体呢 如果这个淋巴结里边的炎症 扩散到间隙当中了 扩散到间隙当中了 引起了间隙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 问你这个间隙感染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淋巴结来源 就是我们的线源性的 一定要搞明白 那么再问你这个淋巴结的感染 来源于哪 可以来源于牙齿 可以来源于呼吸道 好多的来源 好多的来源 在这儿你要分明白 人家问的你是间隙感染的来源 还是淋巴结的来源 它们是不一样的 它们是不一样的 好吧 那么这种线源性的淋巴结的感染 导致了周围间隙出现了问题 一般是在儿童多见 因为儿童的淋巴结比较薄弱 没那么致命 所以儿童淋巴结只要有点炎症 在淋巴结 那么这个炎症 细菌在淋巴结就要什么 大量的繁殖 破坏你的淋巴结 这个时候淋巴结就是一个病灶 会引起什么 下和下间隙的一个感染 所以说儿童时期 下和下间隙感染 听清楚儿童下和下间隙感染 主要的来源是什么 这个间隙当中的淋巴结 也就是我们的腺原性感染 那么儿童时期淋巴结的感染 从哪来的 一般是呼吸道感染来的 这是淋巴结 好吧 要把这个搞明白 所以说感染的特点 因为淋巴多 所以说经常会导致淋巴结 形成一个新的病灶 然后因为间隙多 可以形成开辟第二战场 而又因为血液多 可以往脑子里面扩散 这是他的一个 扩散到大脑 是不是很危险啊 所以说我们口腔和面物质感染 还是很危险的 一定要尽快的处理 那么了解了敌人 了解了他的原因 我们看看来源怎么打进来的 怎么打进来的 总共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牙缘性的 损伤性的 医缘性的 还有什么腺缘性的 血缘性的 这几个来源 首先第一个牙缘性 也就是通过牙齿供进来的 通过牙齿 或者是牙齿周围的牙周组织 这是口腔和面部的主要途径 为什么是主要途径 你想想最主要是牙多 不是这个牙坏就那个牙坏 对吧 所以牙坏了之后 细菌就进入到人体了 所以说我们口腔和面部 最主要的途径 就是牙缘性的 那么第二个损伤性的 很简单 对吧 外伤吗 第三个 医缘性 就是大夫导致的 那么医缘性 我们在讲打麻药的时候 讲到过了 你打麻醉 对不对 你上合节节组织麻醉 以及我们的下下超神经组织麻醉 会导致两个间隙感染 一个是捏下间隙 一个是我们的腋下合间隙 这两个间隙 都是医生打麻药导致的 对吧 这两个间隙 记心术 那么腋下和捏下间隙 还有一个腌旁间隙 也有可能 就是打下超神经的时候 腌旁也可能会被波及到 这三个 但是重点 常考的是捏下和腋下合 然后第四个 线原性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线是谁 是下和下线吗 是腮线吗 是舌下线吗 都不是 是什么 是我们的淋巴结 淋巴结里边有了炎症 这里边全是炎症 这个炎症突破了我们这个包膜之后 扩散到了周围间隙当中 导致了间隙的感染 所以说这个周围间隙里边 这里边的细菌哪来的呀 是淋巴结来的 所以说是线原性的 看清楚问题 看清楚问题 所以说儿童时期的下和下间隙 以及科下间隙 科部还有下和下 这两个区域常见的一个来源 就是淋巴结 就是我们的线原性 所以说而且是科间隙 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 主要的间隙感染来源 就是我们的淋巴结 因为这个地方只有淋巴结 所以说细菌只能沿着淋巴结 扩散过来 扩散过来 第五个血缘性的 血缘性 那这个简称什么 小儿科 简称小儿科 那么第五个血缘性是什么呢 血缘性是通过血液过来的 通过血液 哪些病呢 海绵痘血酸性静脉炎 炎症沿着血液到达炉内 形成海绵痘血酸性静脉炎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血缘性 软组织里边 当然谷组织当中也有血缘性的 我们在这只讲肉里边的 肉里边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大来源 一定要理解明白 理解明白 重点的是什么 牙缘性的特征 阴缘性的特征 还有腺缘性的特征 腺缘性特征 然后这是我们牙齿 你看看 是不是通过牙齿到了 这个这个 我们的骨头里边 这个骨头如果比较薄呢 就扩散到周围 软组的间隙里边了 对吧 或者这幅图呢 直接往周围扩散 你看 是不是扩散到周围里边了 扩散到周围了 对吧 然后第三个 这是外伤吧 外伤可以导致外界的细菌 直接侵入 那么我再问你 这个创口是什么创口 污染创口 被谁污染了 细菌污染了 然后这个打麻药 对不对 打麻药也会导致 然后这个呢 淋巴结 淋巴结吸收了炎症 这个淋巴结 没有把这个炎症消灭掉 结果呢 又扩散了周围的间隙 导致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 间隙里边的 线源性的感染来源 线源性的感染来源 好吧 这就是我们感染敌人打进来的五大通道 你得搞懂 那么这五大通道 你怎么判断呢 怎么判断呢 后续我会教给大家 关键的是 你现在脑子里边有这五大步骤 那么这五大步骤怎么去记呢 一句话 牙医受伤现血 什么意思啊 牙 牙原性的 医呢 医原性的 对吧 受伤 伤是什么 外伤性的 现血呢 现源性和血原性 牙医受伤要现血 牙医受伤要现血 好 知道了来源 接下来我们讲诊断 也就是在你 这个了解了这些之后 你要判断 对吧 判断什么 是不是软组织感染 对吧 以及感染到了什么阶段 所以说 在讲这个 诊断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大体的 这个感染的过程 打仗的过程 第一步 细菌入侵 打进来了之后 我们血管要扩张 扩张干什么 把大量的什么 防御力量运送过来 然后输送到什么 我们细菌入侵的 这个地方 开始跟敌人打仗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随着血管扩张 军力逐渐增强 军力增强之后 我们对敌人的打击 是毁灭性的 敌人的伤亡增加 其实我们的伤亡 也在增加 对吧 增加了之后 敌人的力量 逐渐减弱 然后我们就把敌人消灭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其中 这个呢 细菌入侵 以及血管的扩张 是前期 因为血管扩张了 所以说我们脸上 是不是红的 红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第二期 什么 急性的后期 也就是农肿形成期 我们的军力增加 以及敌人的伤亡 会形成农业 会形成农业 这是第二个阶段 后期 敌人的力量逐渐减弱 农业也排出去了 我们到了慢性期 但是这个慢性期 我们还没有痊愈 为什么 因为达染的敌人还源源不断的通过那个通道进来 通过牙也好 通过外伤也好 通过我们的淋巴结也好 还在进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最后消灭敌人 要干什么 清除病灶之后 到达了直预期 清除病灶 敌人进不来了 我们最后一网打尽 把他们 那么所以说 那么这几个阶段 尤其是前期 急性的前期 因为在打仗 所以说血管扩张了 我们变红了 对吧 因为敌人过来了 我们防御力量过来了 肿起来了 打仗热不热呀 肯定热啊 被人揍了 疼不疼啊 肯定疼啊 所以说 这个感染的早期 急性期的早期 主要的特征是红肿热痛 明白了吧 红肿热痛 所以说体干当中 经常会提到 这个人脸肿了啊 皮肤发红 皮肤皮纹高 而且还疼痛 一提到这些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红肿热痛的表现 就是烤的是感染啊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 红肿热痛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急性的后期 就形成农业了啊 这个农业怎么形成呢 就敌人坏死 敌人坏死之后呢 我们这个身体里 有巨石细胞啊 就是消灭这些尸体的 他把这些尸体吃掉之后呢 吃不下了 最后呢 自己肚子也撑破了 撑破了 这个敌人在体内 是不是已经融成液体了 肚子一破 液体流出来了 就是我们的农业 就是我们的农业 然后接下来 后期 慢性期之后 农业排出来了 对吧 形成了痘道 是痘道形成期 这是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一个特征 红肿热痛啊 农肿形成啊 痘道形成啊 知道了吧 然后这是我们的痘道形成 你看 所以说你看 看到痘道了 你知道是慢性期 摸到又浓了 急性的后期了 急性的后期 如果这个农 你不给他弄出来 他就自己找薄落的地点 自己流出来了 所以说 我问问大家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最担心的 最害怕的是谁啊 农 对吧 农 在组织里边 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一定要尽量的 不要让它形成 如果形成之后 尽快的把它排出来 因为农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很大 很大 那么知道了这个感染过程之后 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诊断的思维 所有的病诊断 它都有一个诊断的步骤 诊断的思维 这个思维 也是我们组织考试当中 经常会考到的 通过什么 通过病理分析题来考察 你看到这么一个老太太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下壳下去肿起来了 这是肿起来了 那你要怎么给他诊断 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对吧 那么所以说第一步 你就要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感染啊 对不对 先确定是不是感染 第二这个感染在 如果是感染的话 感染发生在哪啊 它的地点在哪啊 对不对 然后第三步 如果地点知道了之后 一看在下颌项 然后一看是红肿热痛 好 知道了 是感染 感染在下颌项 那么到底在什么阶段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 是不是到达慢性期了 哎 这是这么样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思维 啊 流程思维 那么这个流程过程当中 是不是感染 怎么来判断 通过局部的 有没有红肿热痛 全身的有没有高温啊 高热 寒暂的这种表现 如果有 说明基本上是感染了啊 那么怎么判断感染的地点啊 哎 你就看红肿热痛的位置吧 红肿热痛在夹部 就是夹部感染 下颇下就下颇下感染 捏部就捏部感染 哎 所以说我们间隙感染当中 那么多的感染名称 其实就是根据他不同的战场的位置来命名的啊 这是重点第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啊 第三个发展的阶段 那么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我们要判断他有没有农形成啊 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判断的重点啊 为什么要判断有没有农形成 因为农不是个好东西 如果能农形成了 我们要尽快把它处理掉 那怎么判断有没有农形成呢 两个办法啊 就是我们外科检查当中提到的啊 第一个专科检查 第二个辅助检查 专科检查用你的五官去感知 怎么感知 如果这个农是表浅的 你能有什么波动感的这种感知 也就拿手加压 交替加压有波动感 好 表浅的浓度 那如果比较深的浓度 你一摸哎哟没有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浓呢 怎么办呢 哎 你看使劲加压 有局限型的压痛 凹陷型的水肿 什么叫凹陷型水肿 压下去之后 这个坑 不会立刻回弹出来啊 也就压下去一压一个坑 这个坑慢慢慢慢才恢复 这种呢就是凹陷型的水肿 凹陷型水肿 这是我们的专科检查 哎 所以说你要判断有波动感了 你知道是表浅的浓肿 如果你发现是凹陷型的水肿 局限型的压痛 那说明它是什么 深部的浓啊 深部的感染里边有浓了 那么这种呢 还不能最终确诊 那么最终确诊靠什么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 如果是深的浓肿 干什么 可以通过穿刺啊 穿进去之后 我们看看有没有浓液啊 还有一种比较深的 还可以干什么 不喜欢被扎针 你可以用什么超深 或者CT来拍个片子 看一看 都能看得出来啊 然后第三 如果你穿刺之后 发现的浓液是 这种黄色的浓稠的 那是什么 金黄色葡萄球菌 是不是确定了病种啊 对吧 或者是你看到的是 稀薄的蛋黄的 那是什么 链球菌 对吧 所以说你通过浓液 就可以确定病种 那么最终确定病种靠什么 你把这个浓 放到显微镜下 浓培养 菌培养 一看 知道是什么细菌了 然后选择针对性的什么 药物来治疗 所以你看看 所以说整个判断 浓种的形成 理解了吧 所以说 这个很简单 你把它理解明白了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了 这个提干当中 给你一系列的信息 问你这个病人 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然后要想确定 他有浓形成 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 考到的知识点就是这 所以说你把它理解清楚了 那么整个感染的疾病 这种题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那么光知道农种有没有形成 就够了吗 还不够 我们还得判断 这个战役有没有开辟第二战场 对吧 开辟第二战场 那么这幅图里边 你看到没 这就是摁下去之后 它没有回弹 这就是我们的凹陷性水肿 那么我们的第二战场是什么 并发症 并发症 那么并发症 怎么形成的呀 其实就相当于打仗 会干什么 沉门失火 阳急持鱼 对吧 所以说你打仗了 挨着肌肉 肌肉会被胖揍一顿 你挨着骨头 骨头会被胖揍一顿 挨着神经 神经会被胖揍一顿 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在这 挨着其他的间隙 那么其他的间隙会被波及 挨着咀嚼肌 会导致什么 开口受限 挨着骨皮脂 那么会导致边缘性的 合骨骨髓炎 挨着炉内 会导致什么 海绵豆血酸性静脉炎 所以你看看 这个还用死剂吗 不用死剂了 那么这些并发症 怎么判断 你判断清楚 它在哪打仗 那么打仗这个区域 周围有什么结构 你还能不知道吗 你说老师 我真不知道 那么不知道 就多听几遍课 不就对了吗 你要知道了 还用在这听课吗 是不是 好吧 这是我们的并发症 然后最后 是不是慢性期 我们就看 有没有斗道 有没有异农 所以说 这个过程 要理解明白 理解了之后 多做几道题 按照这个逻辑顺序 去做题 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 我们总结了一下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诊断结束之后 了解了它 有没有并发症 了解了它 在哪打仗 了解了它 有没有农形成 最后的一个治疗 那么治疗的话 分为三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来对待它 如果急性的早期 也就红肿热痛期 它叫做蜂窝止炎期 这个时期怎么办 消肿止痛 消肿止痛 触局防阔 抗炎治疗 也就是尽量让炎症 让敌人消灭在这个阶段 对吧 消灭在这个阶段 同时呢 要保证局部清洁 不要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刺激 你别天天 这个地方走得很厉害 你还天天揉啊 搓啊 容易把这个细菌挤到血液里边 通过血液到达全身 其他的地方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竟然要消灭在这个时期 如果这个炎症很危险 很庞大 或者是呢 我们没有太重视 那么它到达了农肿期 那么农肿期 我们怎么办 先不管它 我们先看 到了慢性期之后 怎么办 清除病灶 一定要清除病灶 因为慢性期的时候 敌人的力量已经降下来了 我方的力量很强大 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 这个成功或者痊愈呢 就是因为这个病灶在 这个敌人的来源的通道 我们没有关闭 所以说这个时候 把通道关闭了 我们才能干什么 彻底的把敌人 一网打尽 才能做到什么 一将慎勇追穷扣 对吧 这是这两个期 那么中间的农肿期呢 我们很简单 就是切开排农 有农了赶紧放出来 别让它在我们肉上面 打一个洞 然后露出来 这样的话 你在肉上面打个洞 不是天然的 我们组织就破损了吗 对吧 破损了之后 后期愈合了 也有可能会有斑痕的形成 所以说打仗的三个阶段 那么治疗 有这三个阶段 是不是我们要判断 这三个阶段 所以说为什么 一直要强调 我们要判断 有没有农形成 有没有并发症的形成 最主要是为我们的治疗 做准备呢 治疗做准备 那么接下来 我们重点讲一讲 这个切开排农 因为农在我们人体里面 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一定要尽快的 把这个农切开 把这个农放走 放走 那么这幅图当中 这个农也要放出来 那么切开排农的目的 为什么放呢 因为农里边有什么 大量的毒性物质 对我们人体有伤害 那么同时呢 它憋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很疼 因为张力很大 所以说把它放走了 敌人少了 同时呢 张力也小了 很得劲 很得劲 没那么疼了 而且敌人的力量呢 稍微减弱了 同时呢 把农引出来 防止这个农业 扩散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目的 知道了目的之后 指针什么情况下 我们开始切 指针是什么 那当然是排农 排农 你得有农的时候 那么有农的时候 怎么判断 如果是浅的农种 是波动感 深的农种 是局限性的压痛 凹陷性的水肿 以及穿刺有农 所以说还是这几个 那么代表有农了 有农了 我们就要切开了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如果没有农 就一定不能切吗 不是 有些情况 抗炎无效的时候 以及引起了 全身中毒的症状 大量的细菌 大量的毒性分泌物 进入到全身了 这个时候 也要即刻的 把这个 肿胀的位置切开 让这个炎症往外流 别往里边走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淋巴结合 抗炎无效 或者接近破亏的时候 也要用到 第四种情况 累积多尖细的 儿童合周感染 对吧 因为儿童的组织 肉比较软 所以说容易扩散 那么这个时候 累积口底多尖细了 容易导致什么 窒息 快危机生灭了 所以说没有农 也要尽快的给它切开 所以说搞明白 这个农种切开 一种呢 是有农的时候 我们要切 就是判断有没有农 第二呢 没有农 但是快危机生命了 全身中毒了 呼吸困难了 这种情况下 也得万不得已的条件下 给它切开 这是指针 明白了吧 然后第三 切开的要求 就是既然用刀切 只要用刀 我们就要涉及到什么 这个农 切口一定要隐蔽 对吧 能在口内 在口内 能沿着皮纹 就沿着皮纹 然后它的位置呢 一定要尽量低一些 对吧 因为水往低处流嘛 对吧 所以位置低一些 这个排农的效果好一些 深度一定要在哪 黏膜下或皮下 说老师啊 为什么不切到农枪里边啊 因为你也不知道 农枪里边什么状态 所以说你切的 表浅切开 切开之后 拿个血管钳捅进去 顿性分离 这样的话 不容易伤及到 我们深部的这些解剖结构 而且切的一定要广泛 你不要跟人说 少切一点吧 闯伤小 人家说 大夫你对我太好了 结果呢 两天三天以后 这个农还是在 对患者来说 你这个治疗意义根本不大 所以说一定要广泛的切开 保证充分的引流 充分的排农 然后引流的话 口内啊 这个点光沙条 或者橡皮条 口外呢 盐水啊 乳胶管啊 橡皮条啊 这个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所以说 只要排农了 一定要放引流 引流多长时间啊 什么时候没浓了 什么时候去掉 好 我们把软组织感染当中的来源 敌人 还有我们该怎么诊断 诊断的思维是什么 以及最后我们该怎么治条 每一个阶段 到底怎么治 讲完了 就是讲完之后 大家现在心中 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感染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了 是不是对我们感染的本质 有一个更深层次的 更感性的 更形象化的一个认识了 对吧 OK 认识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讲 在软组当中发生的四大战役 哪四大战役呢 我们来看看啊 包括发生于牙龈的什么 智齿贯周炎 以及我们间隙当中的什么 间隙感染 还有什么 皮肤附属期当中的什么 结合庸 以及还有我们淋巴结当中的淋巴结炎 那么这四大感染当中 我们重点要讲的是这两个 要讲的是这两个 因为什么 因为在专业知识当中 专业知识当中 只涉及到了他俩 好吧 所以说我们重点 先把他俩给大家讲了 那么所以说 我们这个在意 首先支持观众员发生在哪 是在牙龈里边打仗 间隙感染在哪打仗呢 是在间隙当中 所以说 根据他不同的位置 我们就知道了 他的疾病的名称是什么 好 知道了这个之后 我们首先看这个图 对吧 这是在哪啊 智齿的周围 对不对 智齿的周围发生什么了 灌周炎了 那么灌周炎 对吧 叫做什么 智齿灌周炎 那么智齿周围打仗了 我们要研究什么呀 首先原因 为什么智齿周围就能打仗呢 对不对 为什么别的牙齿牙龈就没有打仗 而他就打了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直接原因 一个间接的 直接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对吧 有一个银瓣 智齿没长出来 那么牙齿和智齿之间就有一个盲袋 像口袋一样 这里边有大量的细菌的一个残留 细菌的残留 最后你某一天 对不对 抵抗力低了 好多人说老师 最近我这个上火 最近休息不好 吃辣吃多了 然后接下来几天就肿起来了 对吧 就是抵抗力低了 抵抗力低 在这个牙龈周围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战役 所以直接原因就是什么 盲袋内的细菌发作 然后间接原因呢 盲袋怎么形成的 是不是这个智齿没有萌出的原因啊 所以说核骨发育不足 智齿萌出不全导致的 哎 这是我们的病因 然后表现呢 很简单 对不对 什么是表现啊 就是这这场战役 长什么样 对吧 早期红肿热痛吗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什么期啊 有农 那么有农的话 能不能看到农业的溢出 会啊 所以说周围 智齿周围的一个牙龈 红肿热痛的表现 热痛的表现 然后这是我们的病因 和他的长什么样啊 打仗的一个阶段 我们来判断 然后接下来 这个战役如果发生了之后 因为在牙龈这个地方 所以说有没有农啊 红肿热痛啊 都能看得着 但是还有一个 不看不着的是什么 通过这个智齿周围的牙龈 可以往别的地方进行扩散 形成第二战场 这个呢 也是我们考试的重点啊 也就是智齿观众员 往深部你看不着摸不着的地方 要走啊 那么去哪了呢 我们看看 往前去哪了 这个地方智齿对吧 灌周炎发生之后 往前到哪了 下溜的 低摩牙前天沟的地方 沿着谁啊 沿着我们的外斜线到这了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溜好好的 结果那溜的前天沟 有一个巨大的农包 那么这个农包哪来的呢 溜好好的 那么说明肯定不是溜来的 只能是什么 灌周炎来的 这个临床工作当中 一定要提醒我们啊 找炎症 一定要找到根源 如果你怀疑是溜来的 一定要找到溜的 为什么会导致根肩炎 如果他周围 好好的 完整无缺 也没有引力 也没有取换 这种情况下 不大可能导致根肩炎 所以往前到了溜这了 会容易误导 第二个啊 往后去哪了呢 往后三个方向 咬肌 腋下和 还有我们的腌旁间隙 腌旁间隙 那么这幅图当中 咬肌间隙 是往这个地方 后外侧 也就是我们这幅图 怎么看的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身肢 而外侧这个肌肉呢 是我们的咬肌 内侧这个肌肉呢 是我们的腋内肌 那么所以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两个间隙 外边这个间隙是什么 咬肌间隙 中间这个呢 腋下和间隙 腋内肌和下和骨之间的 叫做腋下和间隙 再往里边 我们烟腔的旁边 叫做烟旁间隙 所以说往后外 是我们的咬肌 往后内啊 首先是腋下和 再往里边 是我们的烟旁间隙 所以说三个 人家问你 这个智齿贯周炎 炎正往后外扩展 到哪个间隙了 到我们的烟旁 这个咬肌间隙了 还用死计吗 不用了 你看这个图 不就明了了吗 对不对 那么有往前 有往后 还要干什么呢 往外的 往外到哪了 到达我们的夹间隙 你看是不是夹部了 所以说会容易导致什么 疲漏夹漏 然后往下还可以走 往前走了 往下走 到了什么 下和下间隙 下和下间隙 所以说来看一看 所以首先往前的是什么 下六的前停钩 然后接下来往下的呢 我们的下和下间隙 然后往外的呢 我们的夹间隙 往后的呢 后外方咬肌 对吧 然后接下来腋下和 然后接下来腌旁间隙 这几个间隙 一定要记明白了 记明白了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这几个间隙 你怎么就知道 他感染了呢 对不对 你不能 你知道他往那扩散 你也得知道 他的表现吧 你才能通过他的表现 知道这几个间隙 出问题了 那怎么判断啊 通过红肿热痛 这几个间隙感染 只要打仗了 那么他共同的表现 就是红肿热痛 就是红肿热痛 那么所以说看到 夹不红肿热痛了 你得知道是夹间隙的 那么夹间隙从哪来的 可能从灌周炎来的 你看到咬肌这个地方 总了 你要推断 是不是灌周炎导致的 明白了吧 OK 接下来这几个扩展 是重点 大家记不住 我给大家编了个小口诀 叫做什么 前六下和下 往前呢 倒六 往下呢 下和下 后咬一根烟 往后呢 咬的一根烟 咬一根烟 对吧 一是什么 一下和间隙 烟呢 烟旁间隙 后咬一根烟 然后外穿皮夹克 往外呢 可以穿过 形成夹间隙 形成夹漏 外穿皮夹克 对吧 夹克 好吧 把这三句话记住 也可以 把这个图记住 也可以 终究一个 就是你把它记住 就行了 OK 知道了 并发症 然后最后的治疗 那么治疗的话 第一个阶段 急性期 我们是灭火期 因为这个期不处理 就形成农业了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 要在急性期处理 那么急性期 其实也有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呀 第一个阶段是 没有形成农的时候 是什么 我们的红种热痛期 以及我们的农种形成期 那么如果这个急性期 没有处理 农业就沿着我们的皮肤 肉 薄络的地方 突破 形成什么 斗盗 对吧 形成斗盗 那么形成斗盗之后 对我们的软组织 是不是有损伤 有损伤 所以说我们要尽量 在这个时期消灭 没有消灭 那么怎么办 到了慢性期 我们要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什么意思呢 一会会讲到 首先在急性期 我们尽量在这一期灭火 那么这一期 第一种方法 叫做消炎止痛 消炎止痛是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红肿热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有细菌 我们就要把这个细菌给它冲刷出来 给它洗干净 局部冲洗上药 局部冲洗上药 冲洗用的是谁 0.9%的NS是什么 生理盐水 对吧 1%到3%的什么 这个双氧水 以及15000比例的高门酸甲 还有我们0.1%浓度的什么 滤脊钉 滤脊钉 你看这个浓度口内是0.1% 皮肤呢 0.5% 这个局部冲洗之后 盲袋里边的细菌是不是少了 细菌少了 我们是不是帮助我们这个战役 胜利起到了这很关键的作用啊 对吧 然后第二个阶段 除了局部要做一些治疗 那么全身的我们也要抗菌 支持的一个治疗 对吧 输点液呀 治点消炎药啊 防止炎症 全身扩散 这是我们这个时期 消炎止痛 那么接下来如果炎症没有消灭在红肿热痛期 到了农肿期 那么农肿期就是什么 切开排农 对吧 是农肿形成的时候 切开排农 那么斩草除根是什么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盲袋 因为有致齿 如果致齿不拔 后期盲袋在不在 还在 盲袋在 细菌还会不会容易残留 会 那么后期还会复发 所以说为了我们永久性的不犯这个病 怎么办 致齿要给他干掉 这个致齿怎么干掉呢 有几个方面 那么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致齿周围的空间不足 或者位置长得不正 相当于第一幅图一样 对吧 这种你看致齿倒着长的 那么周围的牙龈 什么都消灭不了 那么牙龈消灭不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把致齿拔掉 那么如果像第二幅图一样 像这幅图一样 周围致齿 空间很足够 而且位置长得还正 长得正 而且还要对合牙齿存在 那么还可以利用得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把表面这个银瓣 给它切除掉就可以了 因为切除掉之后 后边有很大的空间 这个牙龈不会再爬上来了 不会爬上来 所以说银瓣切除也是个好办法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到底是选银瓣切除 还是致齿拔除 我们要看致齿周围的这个情况 大环境 大环境 那么还有一种 如果导致了我们河下去的一个疲漏 夹部的一个疲漏 这个时候办了漏口的时候怎么办 除了这些牙齿要处理 还要干什么 烧瓜肉牙 切除漏管 切剂 是把漏管切掉 然后缝合漏口 那么但是这个前提 在缝的前提是什么 漏口这已经没有严正了 没有这种红肿的表现了 就是一个窦道了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把它切掉 给它缝起来 如果像这幅图当中一样 周围全是红的 有严正的状态 你能缝吗 不能缝 因为这种状态是什么创口 是感染创口 感染创口不能出漆缝合 明白没有 所以说记住 烧瓜肉牙 切除漏管 缝合漏口 这是三步 因为有些时候会把这个漏管 换成烧瓜漏管 对不对 不对 切除的是漏管 烧瓜的是肉牙 只要变两个字 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OK 这就是我们支持冠周炎的一个治疗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还是每一个阶段 你要针对性的选择 相对应的一个治疗方案 这是第一大战役